GOTGP常見來源主要是肝臟 不過其他一些器官 像肌肉損傷 其實這些酵素有可能會 從肌肉細胞裡面釋放出來 所以GOTGP上升 當然我們如果說去推測它的可能性 第一個當然是會考慮是不是肝臟的源頭 不過有時候像肌肉發炎 譬如說有時候或受傷 橫紋肌溶解症 或者像有些病人是心臟的肌肉受傷 心臟缺氧 其實有可能有這些素質的異常 看到這些所謂細胞裡面酵素的釋放 有時候要去看它的來源 不完全這個素質代表它是從肝臟釋放出來 大概有可能是從肌肉裡面釋放出來 橫紋肌溶解症是一個相對常見的鑑別診斷 這種GOTGP上升 除了有時候你往肝臟去想之外 你要去思考這樣的可能性 皮膝肝我想那是很基本的 你要問看病人是不是有 有些會影響肝指數異常的原因嗎 吃藥是常見的 有時候問病人說你抽血之前有沒有吃到什麼藥 或者平常有沒有固定在吃什麼藥 比如說Stadin 我們說吃Stadin Stadin常用啊 高血脂很常用 或者有時候一些 尤其像抗生素抗結合的藥 普拿疼 有些化學治療的藥物 比如說像Mesotrexate 它也是有可能會影響肝功能 另外相對現在也比較多是所謂脂肪肝造成肝指數異常 有時候進來看它體型你就知道啦 我問看它有沒有糖尿病啊 有沒有一些代謝症候群的這些病史啊 高血脂啦 高尿酸血症高血壓這些了解看看 當然這些都要再抽血去做檢別 常見像那個血脂過高 因為血脂過高病人 我們開降血脂的藥 有時候肝指數就會降 那可能Colesterol高或者TG高 你開藥給它吃 下次來檢查 GOTGP也跟著降下來 那或者有時候你沒有開藥 就要病人減重 病人也比較有健康自覺的 就要減一點體重 那除了藥物之外 另外一個外在的因素會造成就是 常見就是酒精嘛 問一下喝酒的量啊 男生女生啊 男生女生的標準略有不同 那喝酒造成GOTGP的比例 也是GOT會比GPT高一些 就是喝到比較厲害的 到有時候甚至到酒精性肝硬化 你會看到像這樣的變化這樣 判斷肝臟的狀況 不是只有看GOTGPT的 肝功能指標 其實抽血是剛剛講的 白蛋白凝血時間 膽紅素 臨床上是看病人的胃口啊 知道好不好 有沒有睡眠的問題 是不是有一些開始輕微的肝性腦病變啊 白頭白了一滴有時候肚子會激水 舉例來說就是像灰燒啊 山林大火啊 你看到那個火就是GOTGPT啊 可是你燒完剩下什麼東西就是你的機能啊 火燒過去 你那個樹沒有燒光耶 還是可以維持身體的休養生息啊 如果你燒的 這一把火就燒 全部都燒光光了 你到火場沒有火 可是也都什麼都不剩啊 我們吸引肝炎現在因為治療效果很好啊 而且治療的藥物跟你肝臟發炎的程度 病毒量高低 沒什麼關聯 所以現在吸肝的治療 原則上病人只要有病毒 就叫病人吃藥 兩個月三個月吃 治療成功率很高嘛 健保治療七萬多人 治療成功率平均來說 就超過98% 那鼻肝不太一樣 鼻肝是最常你會覺得困擾的 病人跟你說我就有病毒啊 我病毒是已經破錶了為什麼 你什麼事情都不做啊 就叫我半年再來一遍 最主要是跟我們現在有的藥物 沒有辦法去克服這種狀況有關 B型肝炎它很重要是 你的病患的免疫力 它取決於你治療會不會有效果 有更重要的因素 B肝治療舉例大概就是像衝浪 你那個一定等讓頭上來 你才能站上去 你如果風平浪靜 你下面 你就是病毒再怎麼高 你用藥基本上沒有辦法達到很好的持續的反應 所以我們認為病毒量高 對病情是有關係的 可是你的藥物治療看的不是只有病毒量多寡 很重要還是要看有沒有發炎 那發炎顯示的是病患本身的 是不是有在進入所謂免疫清除的階段 免疫系統去抗這個B肝的病毒 看到肝子數高 其實那個顯示的是免疫系統在抗病毒 那你肝子數正常不代表沒有病毒 而是免疫系統跟病毒 所謂免疫的耐受期 有時候GOTGPT會影響到我們 會要不要幫病人做治療 譬如說 有些治療用下去它可能 也會造成肝臟發炎的 有這個風險的 譬如說你說做酸塞 現在肝臟很厲害發炎 酸塞之後它短時間肝臟也會發炎 有時候是怕這樣子會讓它 發炎太厲害 惡化造成它肝功能也出問題 肝臟機能也出問題